今天我们在讲一些大中华主题的题材 刚才Joyne说既然成熟市场的国家 可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不够 一些大中华市场那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暴触这个机遇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ETF我们可以做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看这一只 就是追踪这个富士指数的3073 就是一个大中华的ETF 我马上看了 中国和香港的比例相对较多 很中之股的感觉 因为大中华 是的 其实这一只ETF我们可以收集回来讲 讲一点中国 其实刚才也有两个讲过 其实中国现在的政策也是在收紧的 对一些比如说龙头企业的监管 都是比较上持续推进 其实又反过来想 这些可能是中国为提高增长 一些质素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有些阵痛 是的 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 计美国之后的经济体系 而它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也是全世界第二大 固然之 它在亚洲来说 也是最大和最主要的股票市场 所以投资者可能以一些不同的方式 资产配置 一些asset allocation的方法 去买一些不同地区的东西 可以拥有一些多元化的股票 债券的投资组合 反映整个金融世界 全世界的金融 而另外 其实相信大家都听过 一些大型的指数 都陆续纷纷地把一些A股 纳入它的指数 譬如说 MSCI在2018年 亦都将A股 分阶段纳入它的指数 而另外 富士 亦都将A股 加入指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当一些股票 或者是A股 中国为例 纳入了这些指数的话 那会令一些环球投资者 更易涉足到中国这个市场 和另一方面 更加公运地反映到 中国这个市场 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所以以上 就是我们觉得 是对中国 例如香港 这些 的 comments 而另外 其实相对来说 中国 和美国的股票相比 股票的价值 都是一些长期的平均水平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 是啊 就是低于10年平均 是啊 而它中国股市 和其他世界市场 的相关性 其实都 最近尤其是 都是不断下降 也都意味着 中国的股票 可能会提供一些多元化 的投资 所以可能 它的优势在 大家可以值得去考虑一下 这个市场 是啊 说真的 比如中国市场最近 大家都怕一些政策监管的风险 不过 Joanne所说 有时候有危有机 大家就是看看 这个行业整顿 究竟去到一个什么阶段 而那个股值 究竟去到一个 心目中 一个 是否慢慢可以分阶段 去吸纳的一个阶段 如果是的话 其实 这个ETF 大家可以考虑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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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好 国民 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